大大 听说HM4的快门链放下来了是吗 你过来吧 我直接给你看一下 我这个HM4的快门链有没有关闭 我现在关机了 然后我直接把镜头拆开来 并没有放下来 什么原因呢 你还需要再设置一步 在你的菜单找到防尘功能 找到里面的关机时的快门链 然后选择打开 确定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次把相机关机 把这个镜头取下来 是不是很惊喜 终于可以把这个快门链放下来 保护感光元件了 大大 嗯 索尼HM4是不是有翻转屏了 来看一下吧 这个是对的 看没有这个屏幕再也不是HM3那么鸡肋了 自拍非常的方便 那它的菜单栏是不是也变了 看一下菜单 菜单栏的整一个逻辑 是跟HM3有一个比较大的不一样的 整个体验感会比HM3要更好一点 那它的屏幕是不是也可以触摸了 是的 我给你演示一下 但是呢 它的整一个触摸感觉是灵敏度 是没有R6啊加能力设备那么好的 那它的屏幕素质有变好吗 这个啊 这个倒还真的不一定 我自己拿这个相机也刚体验 它的这个屏幕其实还是跟HM3一样一样 一样烂 用索尼的相机拍视频 用它的屏幕来取景 基本上就是在盲拍 4K60帧有裁切吗 有的 这个是我用4K30帧和4K60帧拍的同一个画面 这一个画面看起来就像是镜头焦距不一样 但其实是因为裁切导致的 那4K30帧的表现怎么样呢 4K30帧啊 这个是我拍摄的4K30帧的画面 7K压缩到了4K 整体解析力非常的优秀 大大 这个HM4它的像素是提高了吗 像素这个倒是提高了的 比如说我现在拍一张模特的图 高像素意味着后期你做二次构图会更加的方便 哎很好 大大 昨年HM4拍视频会过热吗 视频拍摄我今天下午 其实是把相机的自动关机温度设置到了高 然后拍了一个下午4K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再拍一个 那它有视频美颜功能吗 有的 像我现在拍的这个素材它就是有美颜功能的 怎么打开呢 过来我给你看一下 点击菜单 找到这一个颜色色调选项 然后向右选择美肤效果 选择开 那这边可以选择高中低嘛 我一般是不开的 那我这里为了测试 我直接选择高 然后给你看一下 拍这个素材给大家看一下啊 那从这个视频里面我可以看出 它的这个磨皮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大大 说 HM4夜拍高感表现如何 我现在就是在傍晚的时候接近夜晚了 然后我没有带闪光灯 我就是用高感然后拍几张照片给你看一下 你自己看这个画质吧 HM4这个设备怎么说呢 我给你分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如果你手中没有索尼的设备 没有索尼的全号服 你想要去购置一个全号服来拍视频 拍照也好 那么HM4绝对是你的最优选择 那第二种情况如果你手中已经有 索尼的一些全号服的位单 比如说HM3 HC这种设备的话 没有必要升级 它的这个设备性能虽然有所提升 但是没有到那种我非得要换它的那么大的一个质的提升 HM3完全够你用了 这是关于HM4我拿到手的一些个人感受 因为网上有非常多这种测评的视频 我就不再过多的讲了 就验证了一下 那以上我们这一期的内容就讲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的话 求关注求点赞求转